其實呢,我在加入巴士積布之前呢,我休息了幾個月 我當時是想報名,現在說的是兩年前 報名是接下來七月 應該是去年,本來是去年舉行的奧運,去東京,我打算是去做義工 打算半退休了,去做義工 見識一下奧運的現場,體驗一下現場震撼的情況 結果後來盧山就說不要了,你來巴士積布幫忙 我打燒了他的臉頭 其實我真的很想去 自己沒有機會代表香港出賽,去做義工也好 講一講,今天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點的片段 剛才沒有時間,上半節我現在在補一張照片,就是車谷雄我們的保齡球 亞運 金牌得主 1986年在漢城就拿到女子打人賽 1165分成績 就拿了香港的亞運第一金 其實86年的時候呢 挺難想像的,我們當時都是覺得 香港運動員比較難在國際的項目當中贏到冠軍 車谷雄就打破了這個 宿命,贏得香港的亞運第一金 當然之後就陸續有來 他退役之後呢 都是非常受人尊崇的 可惜就是剛剛離開了我們 我們在這裡很懷念 他看到他是 一個很有善的人 也都很努力去做 作出來去練習 還有平時就 也都是 經過了努力之後呢 真是在亞運那裏獲得成果 為香港爭光的 好,下一幅圖我想跟大家分享 回到香港的事 就是講 一個中學生呢 就是 不肯留堂 就跟這個老師是有爭執的 那老師啞著門口 他就是要開門 老師不讓他 然後叫他站過去 他又不理了 就是要開門 好,接著就作進一步行動 跟老師有一個身體接觸 拉著老師 老師當然不夠他大隻 這個同學 把老師放在地上 都是很彌補、很震撼的 然後老師想爛了他 爛到了這個 這個同學 身形都很灰悟的 什麼片段呢 就突然間 昨天在香港的 社交平台廣泛流傳 發覺 原來這個不是新的事 應該是去年發生的事 發生了 事後證實了 博富林的 聖功會女明才中學 校方其實當時 向教育局報告了這件事 校方最近因為這段片段流出了 亦都向 警方報警處理 好,很多網民就說 遇到這種事應該怎麼處理呢 學生這麼不專私重道 還把老師推低了 很多網民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就說說他出校啦 有些人說 老師 你不應該這樣攔他 你要保障一下自己的安全 或者說 老師你沒權 不讓他離開課室 諸如此類的意見都有 我覺得 其實這些事 首先 第一件事 這個同學當時情緒那麼高漲 老師就不應該 阻止他離開 那個課室 如果他真的要離開就讓他離開 否則 他對你 有什麼人身上的一些 攻擊 或者怎樣 好像這個案子 放了他落地 幸好這次沒事 如果年紀大一點的老師 讓他放了落地 隨時他投落地 死得人的 之前有個小販 一個藍瓦裔的小販 我記得了 有個小販管理隊的 伯伯去拘捕他 拉著他 跟著那個小販 扯扯開那個伯伯 結果著地真是不幸運 應該是頭部著地 就離開了 其實這樣的危險 這麼危險的事情 我覺得老師 不要去 試圖去 阻止 學生離開課室 如果真的要走 讓他走 離開了課室 離開了學校 他真的要回家 任由他 接著 學校 再聯絡家長 再跟進 怎樣去輔導這個學生 這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處理方法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Tomas有什麼意見 你覺得這個 個案子呢 我們都很不想看到 現在的學生 竟然 這麼粗暴 這麼不專師重道 也是挺失望的 看到這些情境 在我們那個年代 絕對不會發生 但是最近學生的暴力 在校內校外 都很嚴重 不知道是這個社會的趨勢 還是因為教育出了問題 這個大家可以再討論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片 這裡說一說 我們一哥鄧炳強 剛剛去灣仔區議會 匯報本江的罪案情況 一哥就說 今年首季錄得超過 14779宗 14779宗的罪案 去年同期相比 減少了一成 一哥就說 涉及暴力罪案 有所下降 但是勒索 刑事恐嚇 非禮 等等的案件 上升 其中勒索案 有336宗 另外 涉及 裸療的案件 上升6倍 相信是因為 市民在疫情之下 增加了 網上聊天 和交友 相關的事情 刑事恐嚇 案有376宗 家庭暴力 其中有四成是涉及家庭暴力的 網上情願的騙案上升了一倍 涉及金額升了三倍 到1.3億 口罩的騙案就有20多宗 案件下跌98% 大家留意 網上情願 說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仍然 受騙 而且越來越多 涉及金額升了三倍 至1.3億 大家應該留意這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反修例事件當中 警方現在拘捕了超過1萬人 檢控了 接近2500人 還有 7500人 有機會 被拘捕或被檢控 現在警方可以說 辦事能力和查案能力越來越高 我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有一個在反修例事件當中被拘捕的暴徒 他就 被捕潛逃被通緝 躲在香港 不斷轉換地方 警方就整年 最近 終於拘捕了 他躲在屋邨裏面 屋邨 不知為何 他肯借 地方給他 一個人拿床 拿床之後 試圖 就等待在海外的接頭人 在網上 聯絡 接著 安排他怎樣 可以著草 結果沒著到草 已經被警方偵破了 查到他有衛星電話 用衛星電話 現在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用普通的電話 用衛星電話 用網上平台和 海外的已經走了的 一個人士接觸 試圖想辦法離開 當然了 離開不了 結果是被捕了 可以見警方現在 在網上的偵查 可以越來越 嚴密 做得到很多事情 可以找到一些 蛛絲馬跡 將匪徒 承之於法 另一個個案 最近有一個 鴨叔 去太子站 用幾十張八達通 不斷地 收集 退役的 樣本 包 然後 在網上 賣給人 25元一個 一天如果賣出30個 賺750元 都不錯 當然這是犯法 這是無業人士 但是警方 通過在監察 社交平台的動態 就可以看到 犯罪 所以 也可以 通過這個 程序 找到 犯刺人 所以說 現在 其實 香港的警方 越來越監控 越來越精密 所以 拘捕 匪徒 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途徑 最後講一講 《文匯報》最近報告 香港政府就準備向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新界筆的發展計劃 根據政府文件的顯示 政府將會向立法會申請大約10億 做發展的研究工作 10億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用8億請顧問 在新田、洛馬州和黃江口岸 搬遷後釋放出來的20公頃土地 進行 勘插和研究和詳細設計 8億 第二階段用2億請顧問對新界筆 餘下的階段發展進行規劃和工程研究 這是《文匯報》的報導 準備用7年時間 用10億去做研究 研究 黃江口岸搬了 新田有些地式放出來 20公頃 要看看怎樣做 怎樣設計 然後再用2億去研究新界筆其他的土地 怎樣發展設計 準備用7年時間 Thomas 用10億 這些龜速的速度 嚇死人 7年時間花10億 不要說三通一平 通水、通電、通路 土地平整 基礎建設全部沒有 只是做研究 怎樣 我們現在要解決 嚴微之急 軟水不能夠近火 我們要一些近水去救近火 我們需要一些 臨時房屋也好 公屋也好 居屋也好 有沒有辦法在幾年之內 做一些 比較多的供應出來 就不是用7年去花10億去做研究 你說 建公屋居屋 很多時間 找地 平整土地 然後再建 臨屋可以不可以 以前我們有臨時房屋區 臨時房屋區 都挺好的 其實我覺得以前你去了臨屋 然後再在臨屋 再搬上公屋 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 現在就說是有臨屋的 但是又是慢 又是拖 另外新界北這個發展 在錦上路伸展出去的 北邊那個線 趕了那麼久 2025 才開始起 2034年才通車 整個規劃 遲前後後趕了30年 才有機會 通到車 做到有事出來 那麼這個計劃就似乎是 即各方面都是太慢 新界北 接壬深圳 那麼多土地 說了那麼多年 那麼多發展 現在都是 得過廣折 這個就是我想 提到的東西 對 我們算起來